亲爱的群伙们大家晚上好 今天是2021年的4月29号 好久没跟大家录视频了 跟大家说成道歉 最近真的是特别忙 关键也没什么可说的 对吧 就是继续的操作 对吧 继续操作就好了 好 那么今天呢 我们开始今天的审视多事 我们审视多事环节呢 由今天我们看看日线级别的 这几个指数的走势 首先我们看日线级别标普 已经在这里横盘了将近 将近一个月 从4月开始 就一直都是进入这个横盘的这么一个状态 那么我们之前说3月份 这个特别走的特别不好 但是4月份我们是走出了一个什么呢 走出了这么一个离开段 所以4月份我的招呼是 走的比他其实还好一点 那今天呢是有一定会撤 但是整体上走的比他还好一点 那么3月份的这个 怎么说的这个阴霾呢 就算结束了 我们一直都说4月份会是不错 这也不是马后炮 但是我在这里面看到了很大的风险 那我们一一跟大家列举 之前跟大家说过 我们就是碰到风险之后跟大家说 首先日线上啊 并没有看到这些问题 而日线上这个趋势仍然是非常完整的 所以先不用特别担心 我们再看比特币 比特币这个地方 我们说了这个市场日线级别大屁股心行 那我们看到了这个地方 捞啊 捞上来之后已经进行一个回撤 那我们看4小时的走势会是什么样子 4小时的走势正好是走到了一个什么呢 一个压力位 对吧 走到这个压力位了 走到压力位的话 那我们看到可能下可能上 那么我们现在暂时还看不太清楚 这里面我偏向于上 偏向于上 即使再往下的话 它仍然是一个什么抄底的一个机会 只是历史最大的大屁股 所以我们有这个大屁股信号的话 我们这个位置上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抄底的这么一个机会 不知道你没有抄到 各股方面呢 我们需要一一来解读 好 那我们来看ndx 今天就不单独给咱们会员做那个拆解了 今天我就一块录了 好的 我们先看这个 ndx ndx我们这里说了 说纳指这个位置上 纳指这个位置上 我们看到的是 它要走出一个什么呢 它要走出一个离开段 对吧 就是我们看到它要走出一个离开段 那么这个位置上呢 它现在走出一个中枢之后 又离开这个中枢 我们看啊 这里是线段上线段下 这是一个非常标准的强势 强势 这是线段上 注意大家再说一遍啊 只有5大于3的情况才有起断 那5大于3的情况下一定会大于1 就3一定比1大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只有3大于1的时候才会有5 注意今天分享的这是干货啊 这是图形别分解 干货中干货 注意3比1大才会有5 因为3比1如果小的话 那么ABC出来就都被持了明白吧 就如果大家举个例子 我们看啊 如果A进来之后 B下来之后 C是这样的 你下面就这个地方啊 你这个地方就终结了 这就是finish 这结束了 finish结束了 对吧 你结束了 那么就因为什么呢 就因为有5第5浪 就第就因为有第3浪 大于第1浪的时候 我们不不被持 不被持的话 那么就会发现什么呢 他的两个结果 他的两什么两个结果呢 他会出现一 出现4浪回调 一种是4浪回调 一种呢是pullback 一种是形成什么中枢 就这两个结果 那么4浪这里形成了中枢 好的 那么我们看出这个地方 已经是一个什么呢 是个趋势走势类型 有些朋友还问趋势是什么 那我们以后啊 找时间再给大家讲 趋势就是 我看一下 我为什么这个地方 最大指的1,600 趋势就是两个以上中枢 就是趋势 那么这里大家注意 这个地方的趋势 这个地方又是一个什么 上下再走向 上的过程中 那么这个趋势就要完成 因为要做一个什么离开段 那么离开段的话 他会做一个什么呢 有可能做一拉回 那么就看拉回的幅度 如果拉回直接向下 那么整个就宣告结束 如果拉回没有跌破 这个14050 那么我们可以认为他还没结束 还继续向上走 但是再说一句 但是但是什么问题呢 今天的高开低走 有可能做小震大 我们看苹果就可能更明显了 我们来看苹果的走势 苹果的走势在这里面 大家看 这个位置上是什么 我们用传统的技术分析来分析 我们来传统的技术分析来分析 说这地方是什么 这地方是个收敛三角 然后这是一段上 其实这里面是个小中枢 这一段完整的盘配 下上下这里是个中枢 整个那么这个地方就是一个什么呢 就是一个中枢 对吧 那么我们传统分析的话 这是个收敛三角 一点不矛盾 突破上去了之后 下上下这又形成了什么 这又形成什么 形成了新的中枢 如果不是新中枢 那我们再做 怎么做呢 看这个位置上是不是形成了一个新的 一个矩形结构 对吧 我们不说中枢 那么新的矩形结构 也可以矩形成了 那么新的矩形结构之后 我们这里看这是什么 这个就是传统的fake 对吧 这个fake break out 或者叫break out failure whatever 就是这地方 是个点吧 那么小级别 你看小级别 这里是个上 这是一个下 这里上 凸上来之后 这是个小级别的什么呢 这里面是小 这里是一个一分钟的走势的一个背驰 直接拉下来之后 看这里 拉下来之后 跌破了这个中心 这是第三类卖点 那么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典型的一个小转大的一个过程 那么后面的走势有两种走势 一种的话 我们看继续传统技术分析 我们看啊 这个地方 后面这个地方就要进入什么 弱势震荡 那么他要跟他做一个时间波对称 然后再向下 或者再向上 把这个地方消化掉 还有一种走法是什么呢 还有做法就是我们这个地方下来之后 做了第三类的卖点之后 向下把整个终结 这一个上上的日线比 终结就是向上的日线比 那么我们可以说两种走势都可以 那么不管是这样还是震荡 那么他就将走出使用一个飞盘及跌的过程 所以苹果这个地方走弱了 但其他几个也要强 所以ndx这个地方就没有那么明显 那么他这个位置上有两种破解方法 第一一二三四五六七上八八 然后九八不突出去 八再拉回九做九段的一个扩张 那么这个就不一样了 这个就是大级别的过程比 那么这是这些中段 A还后头有出去 C那么就是以盘带跌 那么如果这个不能的话 直接上去 那么下面再下来 那么就会有问题 就有很大的问题 那么再看其他 比如说举个例子亚马逊 也是这是B 这是C 看了吧 这是还这种书 这是中书 然后离开中中段 再向上 那么我们再结合刚才日线上的走势 大家看 再结合日线上的走势 那么这一波上下上 这里是一个中书 然后这里就进行了一个什么 这是第三类买点之后 再进行下之后 看 这个再下来的话 对吧 再下来以后 然后这向上的过程中 那就是日线比向上的过程中 你看这是 这是里面一个小时中书 这是一个中书 那么如果这个地方再离开 就要怎么样 这一段出来 你的这一段和这一段比 其实是大概率一定要被持 为什么 因为这一段太强了 你很难还得长成什么样 才能比这一段强 因为你故意看它的MACT 这一段下来之后 这个的面积这么大 你从这上来之后的面积 其实比它要小的 所以意味着这个地方就是被持 那么再看SPX SPX这个更明显了 我们来看 我们来简单的画一看 那么我们看 这里是一个 对吧 这里是一个 这里是一个 没错吧 那么这是个次级别的 我们把它改成一个不同的颜色 我们改成不同颜色 或者说我们不画了 把它删除掉 那么这是下上下 对吧 这个地方怎么也是下上下 你又说这可能不够 也不OK 当然你看 如果我说这么算 如果我说不够 其实我觉得你推上来是够的 这个地方看起来都有点tricky 其实这是一个小中书 这是一个小中书 那么你如果就 我们这么说 这是一笔上 我们不看这两个 把它当做一个次级别的 也没关系 你把它当过这个级别也OK 那么这一段和这一段三段 每次出去都比上一段弱 那么一段比一段弱 那么我更倾向于把这段画出来 我更倾向于这样画出来 那么说 你这地方画出来之后 这地方这一段 比这段肯定要被持 那么就要盘整了 盘整中书之后 出来之后 这段又比他弱 又要做盘整 我走下 就是就要调整 你看是不是就要调整 那么这个地方现在又要往外冒 那这个地方就非常弱了 你不管怎么看这个地方 再看上的这个 这个上来的这个 从四月份上来的这段什么呀 内部 这里是不是又成了内部的一个总书 这里是不是走出书 那么这个中书配这个中书 再往上冒 军套了 顶背里也有了 顶部结构还没有形成 日线里面就要没有形成 但对面里有了 对吧 那么这个地方你不跑 你还要如何 有嘟嘟嘟响 好多朋友说这嘟嘟响很烦 我们关掉 我们再看这里 还能再向上啊 还没走完 还可以再向上 印度还没走完 可是你看他这个地方已经是这地方 我们把他时间拉长一点 这是一个什么 盘长中书扩张 拉起来第三列没点 多清晰啊 上了之后再上 你11月份的低点下这么一个中书币 这是c中这又是区间套 这又是一个小中书 那么这也是一个标准的 背驰加区间套背驰 那么这个地方再出去肯定去区间套了 最差最差要往这个往这31000这里打 对吧 我们最差就要31000这里打 那么sps也是最差就要拉出来之后 最起码的也往什么呀 41000这里打呀 完全4150打 那么这是最差的 但是你看刚才日线的走势 你看日线的走势 这种衰竭 这个力量的衰竭 那么能打回3850 就算幸运的 我觉得再往上 我觉得3700 3600是非常make sense 我觉得再回3500可能就不大 但是3700 3800 非常可以 那么就下来个400到500点 15%不过分吧 14% 55% 3600点 对吧 有一个相应的回调 所以 不是 这不是 不是 所人听闻 我们不是说咱们是客观分析 对吧 不是盲目看空 那么你说这地方再冲出去 可行性有吗 有啊 当然有啊 我不吃这段了 因为我没有能力驾驭这段 因为很简单 你再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再看啊 你再从这角度看 我们说这个位置上 这个位置上 这个band不能冒 一冒出去就回来 一冒出去回来 这是大盘指数的一个特性 你最强可以沿着这走 但你不能冒 你现在这个地方 现在就沿着它走 不能冒 一旦冒出去 现在 注意 对北里有了吧 这里冒出去 想想 这是定北里 那么再上冒 它一定衰竭 定北里有了 有了 那我们再看其他的 我们几个指标 有没有比如看VIX VIX这里 MACD逐渐向零种靠 可能那真正跌不了 但是你说 五月中靠不靠谱 五月中可不可以 五月中可以啊 对吧 你说盛益这几天怎么办 做短线啊 对吧 做短线啊 CPC中性 NMO还没走完 对吧 短线还没走完 但是中长线风险上来了 是不是 大家看 是不是 你看这个地方开始什么 深度开始逐渐走弱了 所以我说这个位置上啊 逐渐就是 逐渐轻仓跑 我觉得完全没问题 你不会亏什么 太多 你真的不会亏太多 但是如果你这个风险 随意比你的想 如果漏掉了 对吧 我错了漏掉了 你能损失多少 然后你如果要是真正咱们真躲过去一波 那你能又损失少了好多 对吧 那就是我们 这个大盘要说的就是这些 我还是要说什么来的 这是大盘 然后我们要说的那些个股 也基本都说过 个股基本都说过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 恐慌 也说过了 然后对 你有这个走势 嗯 我们换一个软件来说吧 来 好 我们把这个 嗯 动筒鼓来说一遍 好 T-DOC T-DOC 今天估计好多人要问啊 财报 拉人机 是吧 所有的筹码都被套了 那木头姐整着木头姐来 哎 姐姐对对对 我突然忘了说一个什么来的 对对对忘了 我们来说这个 嗯 我们来说RKK吧 来 来看RKK 好 我们来看RKK 好 上次我们说了 抱歉 这个底部形态有了以后 有个底部的信号 他这个信号注意 跟三月那比你看 就看不见 太小了 太小了以后呢 那么这底部你看看 是吧 9月份什么都没有 那么这个地方下了以后 它的速度应该不够快 时间不够长 所以底部不够 你再看这个裸线 这个W底 类随W底的底部斜构出来以后 到这个地方均线密集区就被压制住 来我们换个模型 我们再换一个Rainbow的R里 我们Rainbow的Daily 这就是公平线 我们来公平线 看 看 RKK这个走势正好是下来之后 你看这个趋势向下之后 这开始所有均线 这连连合之后 他死活突不上去 我们当然可以说长期上 这两个均线还是多头排列 但是 这是超长期的均线 仍然是多头排列 但他们开始往前走平了 然后呢 这些K线死活被这些长短期均线 全部压制住 下不去 那么我觉得回测一下111 不过分吧 而且从这个形态上来说 我觉得111太保守了 你看这个地方 我们明显走出了下上下的这么一个中枢的扩展结构 那么这一旦走出了中枢扩展结构的话 那么意味着这是一个B的扩展 而且扩展时间越长 后面向沙的越大 对吧 那么就是ABC 那么你要是说有没有最可能走D 然后再向下呢 也可以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这样是可以买一点 但是这个位置上 我们从均线的角度来说 这里就是什么 你看这个位置上是你一旦均线向下 这个趋势就向下了吗 刚才粘合的就是这样吧 所以 我们觉得我觉得这个地方 你看在我们看SPX 就是一个强发散的过程 它是需要一个什么呢 强发散 但关于太大的强发散 但是 LKK 在这个位置上 你看这也是 这是强发散的过程 你LKK在这里面就是不靠谱 就是不靠谱 你再粉它也没用 我们看特斯拉 拉起来之后做了一个所谓W底的一个形态之后冒上去之后 这里形成了一个什么 大家自己看 我们来做先从传统技术分享来说 大家都粉吗 对 你粉特斯拉 注意看 这个地方是个菱形头 菱形头相对中性 我不觉得菱形头特别空 但是跌破了这个位置上 这个地方就是sell了 那就说明这是一个什么 这是卖出 咱这不是马后跑 之前一直喊到现在 然后拉起来之后看 均线密集 这就成阻力 阻力再怎么样 再往下拉 再往上 太牛了 好竟然打上去 也就特斯拉能干出这样的事 就是说 他能真能几个k线真能把这个给你真的打上去 这里均线密集之后 他进行又跌破 然后再看这位指标 下插 下插 这倒不背离 但是下插 那么这个什么时候站上700以后再说 那么这个位置上大家看已经是一个走弱的这么一个迹象了 所以特斯拉的话我们需要特别的小心 小心 当然了我还是另一句话 提示风险极其的不招人喜欢 也没什么用 大家都喜欢的是这个 这个什么 喜欢的是这个什么 叫喜欢的是这个唱多 对吧 所以我看最近我发现了风险 我再给大家提示上面的这一端筹码 这些套牢筹码有一部分没出来之后 现在在700多的筹码又被套牢了 那么还有需要一个重新再集中的过程 这是特斯拉 所以我的特斯拉这个位置上不要捧 那我们再来看未来汽车 我今天出了 是不是好的我不知道 但是我已分析一个 我们分析一个交易 要注意是我的分析靠不靠谱 我的系统靠不靠谱 我的执行靠不靠 而最后结果是什么都不重要 只要你的系统你的执行阳格执行了你的系统好 那么我相信你不会亏钱的 那么好我们这里看 未来汽车这里面集中了以后 出发集中后这是下 上下上下上 那么这地方形成了一个反向中枢 而不是W底的这么一个突破 那么今天走的比较差 立根K线下了以后 我们先出来观望 等他什么时候突破再回去突破的42 可以再追回 这追回 所以我们通过整个的史诗多士的分析 所以我们发现有些动能股其实是一般的 一般的 所以我们来看看 几个大的 对吧 几个大的那么看 脸书是个突破 这是个大的一个圆弧的一个突破 这是真刀真枪拿出来的非常强势 我觉得还会走一段时间 沟通这里地方不好说 不好说 美光不说了 这部分银行非常强势 然后utility这里也是 你看这是一个大型的一个怎么说扩展 扩展 Lululemon这个也是遭遇非常大的阻力 Google一般 沃尔玛 Google不是一般是涨上来之后 现在这个走势开始怎么样 上阶梯它需要盘整的时间太短 它需要再盘的时间 这段时间再盘的时间 沃尔玛这里做盘整 你看麦当劳也是 麦当劳这里是做突破 但是整个这个趋势已经达到它的比较贵的一个价格了 然后迪斯尼 麦是东西奈飞 那么这是奈飞的话 来到了震荡的下沿 如果市场好的话 可以用上台 如果市场不好的话 那下下坠 那么一旦下下坠回不来 那么就不要要命了 那么今天亚马逊也不错 亚马逊是突破了上沿之后再向上 那么如果不像苹果是打回 那么还都可以 我们今天比较惨的就是苹果 苹果的话 如此之豪的财报 正像卡套说了 如此之豪的台报 还不能打上去的话 那说明市场现在对这个股票是非常苛刻的 也就是说你即使给出了100加10的这种成绩 市场仍然不买账 仍然按着60分或50分算 如果你想想吧 这个得这么想 如果苹果今天给出的不是这个成绩 哪怕是一个就是个密的甚至密 那今天会跌 这就很惨了 就是很惨了 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说大概率就是这样了 就是这样了 所以我给大家主要还是个提示风险吧 提示风险为主 所以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有什么问题给我留言 我们明天或者周末再见 谢谢